字幕 初音 περι Мыс 字幕 初音ミュニョ 你好我是��john的 節目聊主題是自由市場日記7月4日 關於這個主題文並沒有寫文字稿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別忘了喜歡並分享這部影片 可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給個事實 鼓勵喔 影片開始之前要講的是 有朋友留言問我為什麼最近都沒有寫文字稿 因為我還在摸索部落格這種東西 所以給我一點時間吧 接著讓我們回到今天的主題 影片中所有的數據截至2019 7月4號 先來補充一下前幾天沒有聊到的合約 首先是老將Demarie Carroll 跟馬仕完成兩年1300萬的合約 再來就是Readygate 蓄留馬仕隊 合約內容是兩年3200萬 他能蓄留馬仕對球隊而言是很重要的 有意思的是他自己表示 上個賽季結束的方式他並不滿意 實際上季右賽馬仕第一輪是 跟年輕的金塊隊打他搶氣才輸球 所以Rudigate會有這樣的想法不算意外 換句話說新賽季Rudigate對馬仕是有很高的期待 畢竟教練是POHO教練 而且馬仕球迷別忘了 這個賽季年度防守二隊的Dijontemore 要回到場上了 接著我們來聊七六人 首先是TJ McConaug 兩年700萬加入六馬隊 再來就是高效率長人Majonovic 兩年700萬加入Dijinx 這兩人離開對七六人其實影響算大 TJ McConaug是一名相當穩定的控球後衛 特別是場上拼戰軍真的很出色 上三個季右賽七六人對上綠戰軍 綠戰軍把不會跳投的Ben Simmons 守到七六人只能放上TJ來控球 上個季右賽面對暴龍的防守 實際上控球的人可以說是Jimmy Ballard 現在這兩名球員都離開了 這對七六人來說是要注意的地方 球隊因為加入會傳球的長人Aerhoff 所以進去戰力是足夠的 控球的部分七六人簽下Rawunetto 接著用兩年410萬簽下Jemison Anis 這一名風險球員 這是非常必要的合約 因為目前球員的外線火力是不太足夠的 TJ加入六馬之後會成為Bronton 跟Olativo的替補 這三名球員都有一個共同的特色 就是場上很穩定而且相當拼 所以新賽季六馬後場真的很讓人期待 巨神兵Majanovich到了獨行俠之後 可以確定獨行俠場上的高度不會輸人 包括Luca跟Posingis等等 現在基本上可以預期Luca會多一名傳球的好對象 助攻術應該會更多 只要巨神兵站在籃下 Luca應該會喘得很開心 Wilson Chander的迪欣加入籃網隊 Makifu Morris加入活塞隊 他加入活塞之後 前場有Brad Griffin、Andrey Drummond 後場有Derry Ross跟Rich Jackson 教練又是年度最壓教練的Doulon Casey 這個陣容我個人是挺期待的 只能說玫瑰的魅力無法擋 醍醐如果我們之前所預測的 序留三分能力出色的Miller 他職業生涯三分球命中率是3x8 而他的合約是兩年1425萬 所以體股外線有JJ跟Miller 先發球員有球哥跟Halliday Branden Ingram跟爆鞋哥還有Hass 板凳上還有Derry Favors跟George Hart 這個陣容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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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整 新賽季體股應該會多很多球迷 實際上我自己本身就很期待 灰熊把Chandler Persons送到老鷹隊 拿回Miller's Promley跟Hill 這筆交易老鷹要的是Persons 僅有的外線能力 反正合約是最後一年 灰熊就很有意思了 Miller's Promley是中鋒 這對目前灰熊2-4號位 人才爆炸的狀況是有幫助的 Hill其實很悲情 因為前幾天他才從T5到老鷹隊 現在又到灰熊隊 這個其實蠻悲情的 灰熊也跟太陽做出交易 灰熊送出Kyle Kover跟Cutter 到太陽隊 拿回Milton、Josh Jackson 跟未來兩個次輪籤 這筆交易的重心是 太陽要甩掉問題很多的Josh Jackson Kyle Kover送到太陽之後 預計應該會被太陽埋斷 會不會加入胡人隊 就讓咱們一起看下去 灰熊現在的陣頭很有意思 現在2-4號位有 C.J. Miles Avi Bradley Jalen Jackson J.Croder Josh Jackson Hill Grace & Allen Andre Godala Justin Holliday Kyle Anderson 等人 這是一種光念名字都類的概念 就我自己的看法 灰熊並不是操盤失誤或者是白爛 他應該是在等各球隊方向確定 跟自由市場中沒有風險球員之後再做交易 以上這些球員每一隊都會想要 而事實上灰熊用不到這麼多球員 包括雷霆、脫光澤、火箭等等 這種心知卡死但又缺2-3-4號位的球隊 其實可以找灰熊喝咖啡聊一下 這好像是一種風險大盤商的概念 那是不是這樣子我們再持續做關注 最後聊一下大家都非常關心的表弟 我們家流氓版很多人都在問他的狀況 實際上目前真的沒有球隊有意願 八卦消息是有聊到 因為國王隊的Colinstein加入勇士 所以他本來想回國王隊 但國王隊並沒有意願 而勇士目前消息指出是 如果底薪再簽 因為實際上勇士很缺錢 這裡要說的是以上這種消息 看看就好 各方消息太多 包括可愛的消息也是 所以我們還是以官方為主 我們聊一下表弟的狀況 實際上去年夏天他主動加入勇士隊 就是殷商的關係 所以他的想法是休息半個賽季 幫助勇士拿到冠軍之後 今年再來拿一份比較大的合約 但勇士因為K湯KD 肌肉賽都倒下 所以最後勇士並沒有拿到冠軍 事實上表弟肌肉賽對快艇也是受傷的 種種因素加起來 現在的發展並不是當初表弟所想的 受傷之後表弟的速度更慢了 更麻煩的是他在場上的情緒太不穩定了 這一點也是讓很多球隊會去思考的問題 簡單的說不想花大錢去投資他 畢竟是場上不穩定的因素 如果這個情況一直持續下去 也許表弟還要再忍耐一年 也就是用中產或者是低薪加入一支 有機會拿冠軍的球隊 並且保持健康跟情緒管理要更出色 這樣才有機會在未來拿到更高的薪資 表弟目前已經換經紀人了 看看是不是可以幫助他找到更適合他的球隊 實際上他才29歲 所以未來還是有的 只是在受傷之後速度更慢了 這不太符合目前而別的球風 更重要的是他現在是被動的要去接受其他球隊的風格 畢竟這些球隊都不是繞著他而打造的 所以未來的一些日子 如果還是沒有球隊願意用比較高的薪資牽下他 也許他就要換個方向思考了 不管如何表弟要加油 以上就是這集的內容 希望今天的影片你們會喜歡 那今天影片這邊結束囉 記得按下喜歡 各位看了這部影片 也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 給給我事實的鼓勵喔 那今天就這樣子囉 我是姜妮 我們下次見 掰掰唷 我們下次見